兩位代表分別是港鐵公司過境鐵路總管張志強先生CK 和項目策劃及發展總經理丁家俊先生Alan 現在我先請CK會和大家介紹一下冬鐵線過海段通車座之後的情況 然後Alan會和大家去講一講冬鐵車站的新停車位置 麻煩CK 好 麻煩問問問問問問問 其實在冬鐵線在5月份過海段通車成為四條過海的地方之後 其實就貫通了新界的北 中九龍和港島的核心 令到一程過海更加快捷亦都選擇更多 而今天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講一講 就是在通車之後 其實整體上對冬鐵和整個網絡究竟那個影響是甚麼呢 整體上在2月份通車之後 我們看到那個運作都是非常暢順的 而也都好像剛才講的 就是一程過海和減少了轉車 也都令到乘客覺得方便快捷了 我們都計過數 平均每日我們可以省到大約四萬八千個小時的出行時間 除了快捷之外 其實在這條第四條過海段通了車之後 其實也都幫到整個網絡更加四空八達 也都令到那個轉車和客人分佈是更加理想的 那正如我舉一個例子 好像在觀航線和這個全班線在早上的繁忙時間 但是我們分別都錄得到這個客人 有一個大約17%和10%一成左右的一個下跌 使得那個轉車或者乘車的一個環境更加理想 那也都這個金鐘站在這個通車之後 變成一個超級轉車站 是四條線的轉車站之後 乘客普遍都歡迎這個最新的轉車安排 那大家如果留意的是 在金鐘站我們都會有一些 譬如過海議或者其他的標示去協助 乘客在這個超級轉車站轉車 也都我們留意到就是開了新的會展站 也都方便了乘客去過位置上班 和去參與一些展覽的活動 就以過去剛剛完結的孫子維麗 我們都錄到乘客量大約多了17% 而我們都看得到去這個展覽 乘搭跌路的這個乘客 大約70%都是用新的會展站出入的 證明了這個會展站其實是非常之能夠 去到乘客去一些這樣的展覽 最後我們都在空了車之後 我們的班次都加密到2.7分鐘的班 亦都靈活地在相對比較繁茫的時段 和繁茫的車站裡面 我們交派的子彈車去欠作乘客 可以在繁茫的早上 可以盡快地移回到空了 好 你們也都加強了這個站的擁控制 謝謝 好 下一張 好 其實除了飯堂時間 我們加了班次 其實在8月底 我們也都在週末和假日裡面 加密了班次去使得那個作效力 是更加提升的 而在冬鐵市7月份 我們平均看到那個客量 在通車之後是多了大約2.5% 去接近53萬的日子 我們都會密切看著那個整體運作 在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覺出一些適當的調整 去配合實際的客流和客流的需求 好 其實冬鐵線在過海斷通車成為第四條 過海結路之後 是一個很重要的旅程碑 亦都帶來整個港鐵的一班新的氣象 轉車出行亦都是不同的 而接下來下一步 我們都更加會進入一個新的旅程 就是我們會在下年的年頭 就會受新的停車為止 這個重要的旅程 我們就首先交給Alan 跟他講 接著是國安行為 Alan 謝謝 好 謝謝CK 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安安 東鐵線過海段順利開通之後 其實我們下一個主要 這個旅程碑就是 輕建自動月台集合的工程 相信大家都明白 這個工程的規模相當之大 內容亦都是複雜的 亦都要在一條 運作在地路上施工 那個挑戰亦都是特別大 所以我們就要按部就班 謹慎地去處理 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已經完成了 三個關鍵的前期的工作 包括加固月台的工程 更換新的信用系統 以及更換新的列車 其實在過海段通車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同步調教新的列車停車位置 以及準備其他設施的工作 今天我們又要講講 新的停車位置的安排 下一張 新的停車位置 預計會在2023年第一季實施 接下來這幾個月 我們會繼續去做我們的準備功夫 在調整新的列車停車位置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一些 列車較為不值的位置 減少列車的空規 同時之間 我們亦都會配合列車的報告 令到停車的位置 和扶手電台梯的對接更加好 令到在熱台上面 乘客分布更加均勻 令到乘客在熱台上面 行走亦都方便 亦都能夠方便 他們去到不同的車廂去搭車 當然 這個新的停車位置 亦都是安裝自動熱台集門的 關電前期工作 現在容許我用一用 派和站作為一個例子 和大家解釋一下 新的停車位置 怎樣可以方便乘客 派和站是一個比較小的車站 主要是靠一組的停車梯 由大堂接駁到熱台 我們以2號熱台 網金中方案的熱台 作為一個例子 乘客由大堂下到熱台的時候 因為去車尾高距離比較遠 所以大部份的乘客都會選擇 在車頭上車的 但是根據我們的經驗 在繁黃時間 車頭上的車卡 會比較多人 所以忽時都會出現 我們所說的頭重尾輕的情況 當新的列車停車位置 實施了之後 乘客落到熱台 無論車頭或者車尾 距離都是差不多 這個有助人流分佈得更加平均 這個新停車的位置 將會涉及由羅湖 諾馬州至黃國東 除了馬場和大埔區之外的 十一個車站 包括二十個月台 所有停車位置 都會向南移動 大部份都是移動 一至兩卡位置 過海電的新的車站 包括紅磡 匯展 和跟蹤 是不受影響的 因為它已經在用新的月台 和月台的幕門已經在使用 因為配合新的停車位置 在月台上 我們亦都會更改一些有關的標示 包括車廂和車門的標示 除此之外 實施了新的停車位置之後 在月台上 上落這個頭頂卡的位置 亦都會改變 所以我們會將頭頂的核准器 亦都會搬回 同時間 我們亦都會加裝一些額外的 頭頂的核准器 方便乘客 完成之後 所有東鐵線的月台 就會好像是新的過海電的車站 每個月台有兩個核准機 給乘客使用 大家看到 螢光幕 這個左手段 好像滑浪板的設施 就是我們用來擺 這個頭頂核准器的支柱 因為我們不想影響到 日後我們的車務運作 剛才我所說的工作 改變都會在夜晚黑 收了車之後做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夜晚黑收了車之後 都仍然是相當煩惱 有很多的巡查 保養維修的工作要做 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我們要逐步在東鐵線 更改這些標示和新的設施 來配合我們在明年的第一季 實施新的停車位置 現在我會交給CK 講一講有關於新的停車位置 一些標示的詳情 謝謝司機 好 感謝阿倫 正如阿倫說 我們陸續會在月台 將這些標示更新 加一些標示 最快在星期四 大家會在沙停站 就開始會看到 稍後我們去火探 都會有相關的一些標示 給大家看 我用一個例子 去告訴大家 如何去看這些標示 和如何去排行互序 上去 上面現在看到 現時停車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九卡車 所以它現在停車的位置 就好像現在圖的顯示 而我們會在它的左手邊 頭的兩卡位置 我們會加裝 排隊的一個標示 和一個灰色的標示 這個標示 就是在將來 新停車位置時使用的 而在車尾的位置 大家看到最後那兩卡 我們就會在現有 排隊的標示的位置 就加裝藍色的一個標示 將來如果在下年的第一季 如果我們用了這個新的停車位置 這兩個位置 我們就會取替 不再是排隊的了 而相應在每一個排隊位置 的車卡的顯示 我們也會加裝灰色 和保留現有的淋色 直至到新的停車位置 是會採用為止 好 我們就看看 如果在下年的第一季 如果我們新的停車位置 已經是採用了的話 那整列列車就會向前 就探走兩卡 那就是說在灰色的這個位置 變成新的排隊的位置 就要來上車了 而在車尾藍色的 那兩個排隊的位置 我們就會取替 就不再要來上車了 而中間的車卡的位置 我們都陸續會將 藍色的標示 和不用的排隊的標示 都會拿走 大家請留一點 相應地這個頭兩車卡 亦都會因為這個安排 而有所改動 那剛才Alan說的 就是說 在月台的位置 我們會加裝新的盒子機 也有新的排隊線 那到時呢 就會有熱牆 也有同事 會幫大家 去適當地的位置排隊 好 其實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跟著 先南後灰這個原則 就簡單 就是說 在下年的第一季 當我們新的停車位置 真正實行之前 跟著藍色來排隊 實施了之後 跟著灰色來排隊 就可以了 就很簡單 好 好 另外當然 在這個轉變裏面 其實好像我剛才說 最快 在星期四、三年開始 我們已經加了一些標示 為免 乘客會在當時開初的時候 不看標示 不太清楚 我們就會安排 職員和車站的助理 在現場的車站排隊 亦都會透過 我們在車站的影視頻 我們的廣播 或者我們的MTO MOVA 都會提醒一些乘客 至於真正的停車位置 那個詳細的安排 我們亦都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會適時地去通知市民大眾 亦都會加派人手去指示 我們城下究竟在適當位置 在哪個地方去排隊 是最適合的 好 剛才說過 這個東鐵線在五月通車 變為第四條郭海鐵路之後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旅程 接下來的下一個重要的旅程 開始就是下院第一季 我們會首先實施新的停車位置 幸好剛才說 只需要記住 先藍後灰這個原則 去排隊上車就可以了 我們會派職員接種 亦都會有適當的一些廣播 或者是演示去幫助大家 好 謝謝司機和Alan的介紹 接著我們有問答的環節 都預告一下 在問答環節之後 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去馬場站 去看一看 我們模擬了一些新的月台標誌 給大家拍照的 以及都已經安裝了一些新的頭等核准器 大家都可以在那裏拍攝 兩位港姐都會和我們一起去馬場那裏拍攝 大家可以先在這裏提問 請問題的時候 就先講一講你的名字和代表機構 請問有沒有記者三合文 前面阿積先生的這位置 兩位好 有事件事的 想請教一下 見到你說明年中 那個馬場大埔虛站 要裝上幕門 其他那些的站 什麼時候要有的時間表 什麼時候會全部裝上 第二就是想問回 這次見到大埔虛和馬場站 都沒有一個叫做移動 停車位置的安排的 原因是什麼呢 是發現到他那個等車的乘客 立刻排隊了 去了一些空一點的車廂排 還是本身那個升降機的位置 都符合到他那個分流的情況呢 謝謝 或者我答不答個問題 好嗎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那個時間條 這個月台網目的時間條 其實我們看回之前 我們都講過 最主要的三個其中的 前期的工作 包括是交過月台 更換新的信用系統 和新的列車 我們也都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等到我們 新的列車的位置停停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 預計203年中 就可以安裝 開始安裝的月台的站盟 其實除了停車位置之外 在安裝月台的站盟的時候 需要從其他的系統 例如是信用系統 做一些的配合 而在這個配合的調教 精準度我們是要求特別高的 因為我們要在新的停車位置 和將來安裝月台網門 我們要確保 將來大家看不到位置 對折 這個精準度已經高 可能都會是一些 不斷地的測試 不斷地的調教 不斷地的微調 我們要去做的 所以這個我們會盡快 當在馬場站和大埔區站 我們去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我們一直會看著 有沒有一些經驗 我們可以吸取 再去整合一些流程 看看會不會在別的車站 我們可以更加快 完成這個工作 其實我們公司和大家一樣 都很想快些 有這個新的月台站盟 給大家使用 至於在這個大埔區和馬場站 為什麼我們用這個位置呢 因為第一個條件 我們是想在新的月台 那個停車位置 是改善這個月台空氣 其中一樣 而在大埔區和馬場站 這兩個是比較值的車站 所以我們也預計到 需要做的調教 是會比其他車站 可能會少些 所以我們也想盡快 在這兩個車站 做了安裝月台 閘門的工程 謝謝 有請多人 有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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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的通過,在電動的電動機上, 和電動機上的電動機上的電動機上 謝謝 謝謝 請問我問一下, 我們要關注電動機上的電動機上 因為我們不想要接觸電動機上 所以,我們要通過電動機上的電動機上 會被關注電動機上 在電動機上的電動機上 在這個程度,我們嘗試減少影響的影響 給搭載在設計的設計 在使用電腦的電腦的工作 所以關於這個程度,我們可能不需要 在這時的訊息,我們可能可以回答 我們可以回答後,謝謝 好,有沒有其他提問? 後面,過來 首先想問一下 現在有沒有預計哪些 剛才說有些不值的車站 施工上會容易一些 有沒有哪些車站在現在發現比較困難 可能要花費多些時間 最遲是哪些車站才能安裝閘門 其實剛才我都說過 在新的停車位置 我們會在11個車站 25個月台有新停車位置 這些停車位置通常都是月台比較關一點 我們就是想選擇一些比較不值的地方 去改停車位置和配合月台的佈局 而馬長站和大埔區站是比較值的月台 所以我們就會在簡體那裏才開始 累積了經驗 整合了這個流程 在其他車站看看有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再快些去完成工程 有沒有哪些人比較困難的地方 暫時看到 在馬長和大埔區會比較容易一些 好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位李奇仔 我想問一下 其實還有一些 Webinar 741 Ali 做架 所以 可 Why installing them for only two stations? Like can the MTR Corporation do it for all s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And because one of the stations is the Race Corps station, but given that it is not really widely used when compared to stations like Kalu-Tong, so why is the MTR Corporation doing it for the Race Corps station instead of the other ones? I think the general principle for MTR i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passengers to use our system. So APT is one of the equipment that can enhance, further enhance the safety condition of the perform situation. Now for the Race Corps and the type of home station, we are saying that we will start the installation in these two stations first, and once we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and once we work about the further improve the workflow, then we will continue to install the automatic platform gate in other station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其實東鐵線一直以來都開通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 因為什麼原因引發 你們覺得最近需要做月台改動呢 是否之前因為12.9%這個安排 令到那個位置有了不同呢 請CK 講一下 我先回答 整體上在東鐵線過海斷通了之後 我們看到東鐵線的客量大約多了 1.7度就升到日後 我們有提到的 大約到53萬人左右 而整體上我們這麼多個月下去看到 那個載客量和我們列車的班次 還是能夠處理得到現在的客量 當然我們會密切地留意 實際上的客量作出適用的調整 其實我們都做了一些事情 就希望在剛剛Ellen說的 在車頭位置比較人多 相對車尾比較人少的情況 我們都做了一些事情 譬如我們在月台那裏有適當的人 協助那些客人去一些比較沒有空間的地方上車 我們在我們的大堂那裏有廣播 亦都有一些顯示 希望他們能夠明白 哪些位置會比較人多 適當地去一些比較人少的車廂上車 我們都在粉嶺站 早前亦都做過一個安排 就是鼓勵那些乘客去比較沒有那麼多人的地方 我們都給一些MTR的分析 希望鼓勵他們去改那個站 去一些比較人少的地方上 最重要的就是下年第一季 如果當我們新的停車安排落實了 其實如剛才Ellen和大家說 就是有很多車站 因爲這個改動而使得 乘客MTR去到業台那裏 是可以更加有限去均勻一些 在不同的車卡那裏上車 這個也是這樣說的 最後我們也是說 就是我們為止會留意 實際上限量作出適當的調整 好 關於業台為止的方面 其實我們在不斷地 我們都想找些機會去改善 更加改善我們安全和服務的方面 其實既然在東鐵線上 我們有新的信用系統和新的地車之後 其實也有機會 我們可以在業台找些比較直的地方 去改善這個業台空機的問題 所以我們亦都在未來 當在2023年的第一軌 我們就開始用新的停車位置 這件事可以幫到 無論是業台的空機之外 亦都是方便乘客 在業台上走動亦都方便一些 可以用不同的車卡上車的 好 最後一條問題 可能後面那位 你好經濟的 其實都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想問一下 其實以旺角東站為例 其實大家搭車的時候 都看到那些車進來是彎的 那月頭很明顯就是彎 可不可以說一下 如果在旺角東站 你要加個閘門的時候 它那個技術的難度在哪裡呢 還有如果那個技術是難的 那個施工是要時間的 一晚搞不完或者幾晚搞不完的話 其實對市民會不會造成一些不便 或者市民要留意些什麼呢 在那個我們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先會在馬場站和大埔區站 先去做一個熱台安裝那個站的工程 吸收了經驗之後 我們就會在整合的流程 在其他的熱台上面 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得更加快的 至於譬如其他的車站 我們個別也會看 其他的車站的情況 他怎樣去安裝這個熱台的站門 好 我們都差不多時間 現在要問一下這條 這條我們再過去馬場站了 最後一條 Hello TV 想問一下 其實是不是現在 其實仍然都是沒有那個時間表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 整個東西線都安裝了所有的幕門 有沒有一個實際的時間 可以什麼時候完成到 還有有沒有知道 現在說要改 就是下年第一季改的那個停車位置 整個這個工程的號資 大約要給多少錢 就是在這個成本大約 現貨多少 還有是不是現在每個站 都已經定了 究竟是動一卡還是動兩卡 剛才提到就說 就是方便一些盛限上浪 在每個車站對上一些電樓梯等等 每個站之間 是不是都有配合不同的位置 是令到整個車去到哪個位置 就是去到哪個站的時候 那個人流的分部會做得好一點 這方面可不可以說一點點 好 其實我們新的停車位置 我們主要是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改善熱台空氣的情況 第二件事就是配合熱台的佈局 令到乘客可以方便一些 在熱台上 在不同車家上車 令到在熱台上的乘客 分部能夠平均一些 這個是主要這兩個目的 所有的車站都是根據這個目的 去選擇一個停車位置去做的 至於關於整個費用 我在這裏就暫時沒有那個 不好意思暫時沒有這個資料是首的 另外第三個就是關於 其實我和大家一樣 或者公司都是一樣的 很想快一點完成這個工程的 所以我們會在馬場和大埔區站 吸收了經驗之後 盡快去看看 整個安裝工序等等 有沒有地方可以做好一點 可以做快一點 盡快在其他車站 亦中安裝這個熱台站 謝謝 好 謝謝司機和Alan 我們現在先請兩位港姐 去到馬場那邊去準備 各位記者朋友 可以立即跟我們同事 我們安排了Shotter Bus 帶大家一起去到馬場站